哈利路亚 大家早上好 弟兄姐妹 再次我们再往上一起的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宣告神是多么的伟大 我们要再一次的来宣告神的恩典 神对我们的美好 今天我们要宣告祂是我们的神 祂的名字叫耶和华 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们来宣告祂的慈爱 祂的荣耀 祂是耶和华以乐 耶和华尼西 耶和华撒罗 哈利路亚 我们认识这个是伟大的真神 祂是造物者 祂是我们的神 今天早上我们来赞美敬拜祂 好 让我们站立在一起 在神的殿中 神的同在中 一起来赞美祂 哈利路亚 主 我们今天早上来到祢的殿中 我们来赞美祢 我们要敬拜祢 主 我们的心仰望祢 今天早上主啊 求祢充满我们 充满我们的家 充满我们的心 让我们有祢的喜乐 祢的喜乐乃是我们的力量主 哈利路亚 我们谢谢祢 我们赞美祢 奉耶稣名字祷告 耶和花 耶和花 造物主 能力生重天 山和海 风和云 日夜和新宿 山和海 风和云 日夜和新宿 日夜和新宿 祝天宣扬 全力歌唱 耶和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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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物主 能力生重天 山和海 风和云 日夜和新宿 祝天宣扬 全力歌唱 祝天宣扬 全力歌唱 耶和花 耶和花 祢真伟大 你是阿拉法 你是奥美甲 永远到永远 将全部改变 顽固的磐石 是爱的天赋 你的命 美的最高赞美 耶和华 你是伟大 耶和华 造出 能力心从向 山和海 风和雨 日夜和星序 祝天宣扬 全力宽敞 耶和华 你真伟大 你是阿拉法 你是奥美甲 永远到永远 将全部改变 永远到永远 将全力宽敞 你就是阿拉法 你是阿拉法 你是Omega 永远到永远 能全部改变 頑固的盼石 是愛的天賦 你的命 你的最高讚美 耶和華 你真偉大 我們來宣告他的名字 耶和華沙龍 擅持我們平安 耶和華你吸 領我們爭戰的神 耶和華拉法 為我們同富一輩 耶和華你真偉大 耶和華拉法 耶和華拉法 你自我們的神 耶和華羅 你是我們的大目真 耶和華拉法 你自我們的神 耶和華羅 你自我們的神 耶和華羅 你自我們的神 祝福神 永远到永远 將財布改变 祝福神 去世幾多 你自我的神 是愛的天賦 你的命 你自的天賦 你自我的神 非常嘲 przep 耶和华 你真伟大 耶和华 耶和华 你真伟大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是的主 你真伟大 是的主 我们仰望你 你是我们的耶和华一乐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让我们更认识你的主 让我们更爱你主 哈利路亚 斯蒂亚那拉巴山 是的主 我们要更加的爱你主 我们来到你的教前 敬拜你 哈利路亚 圣灵 求你来充满我们 来到主前 写下一切犹豫里重大 也许我来敬拜你 尼北的心 在你里面重新的灵 耶稣我来敬拜你 来到昨天写下一却有力重担 耶稣我来敬拜你 疲惫的心在你里面重新的灵 耶稣我来敬拜你 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允许 谁活自动不离不去 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 我愿一生爱你到底 来到昨天写下一切有力重担 耶稣我来敬拜你 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允许 耶稣我来敬拜你 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允许 谁活自动不离不去 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 我愿一生爱你到底全心 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允许 谁活自动不离不去 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 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 我愿一生爱你到底 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 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 谁活自动不离不去 耶稣我们相效力 尺老师哥 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 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 每一生都互相 Pearce 罪惑自宗 不离不弃 全心相信 万事都互相效力 我愿一生 爱你到底全心 全心相信 你的恩典何允许 罪惑自宗 不离不弃 全心相信 万事都互相效力 我愿一生 爱你到底 我愿一生 爱你到底 我愿一生 爱你到底 我爱你到底 我爱你到底 我愿一生 万事都互相ify 我愿一生 万事都互相 ai 我们爱你义 我们全心相信 万事都互相命 全心相信 你的恩典和允许 谁或自动 不离不去 全心相信 万事都互相效力 我愿意深爱你到底 全心相信 你的恩典和允许 谁或自动 不离不去 全心相信 万事都互相效力 我愿意深爱你到底 我愿意深爱你到底 从这带到那带 万民不停从这 从地级到地级 万民温然陷阱 从裂国到裂霸 其尊重你为我 高唱哈利路亚 其敬拜你赛 从这带到那带 万民不停从这 从地级到地级 万民温然陷阱 从裂国到裂霸 其尊重你为我 高唱哈利路亚 其敬拜你赛 再来一次 从这带到那带 从地级到地级 万民温然陷阱 从裂国到裂霸 其尊重你为我 高唱哈利路亚 万民温然陷阱 祭敬拜你赛 祭敬拜你赛 忠诚们 忠诚们 抬起头 荣耀君王宽补进来 幕后的荣耀 打过先前的 忠诚们 抬起头 荣耀君王宽补进来 换过敬拜 如同水的声音 从两代到哪代 万民不停收斩 从地级到地级 万民温然陷阱 从列国到列阪 既遵求你为王 抬起头 荣耀君王宽补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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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列国到列阪 既遵求你为王 高唱 Halleluja, 祈祁拜祈祥 高唱 Halleluja, 祈祁拜祈祥 高唱 Halleluja, 祈祁拜祈祥 祈祷 祈祷 招呼 祈祷 招呼 祈祷 招呼 我说我们告知祢 我们荣耀祢 众臣们要抬起头 我们要来欢迎那荣耀的君王 因为荣耀的君王将进来 神的你的荣耀将进入 你的荣耀将降临 你的荣耀要降临在我们的家中 你一户家庭 你的荣耀要降临在这片土地上 我们欢迎你荣耀的君王 我们赞美你 我们荣耀你 是荣耀的君王 我们欢迎你 是荣耀欢迎你的同在 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 神的你的名字 耶和华 是那位伟大的神 耶和华 你的名字何等的伟大 耶和华 我们荣耀你 我们高举你 因为你的名是那大有能力的 主啊今天招着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再次的居息 敬拜在你的面前 因为神我们说 唯有你配的 唯有你配的 今天招着我们再次的 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 是让我们说 你是那一个 我们能够信靠的神 因为从世世代代 你是那一位不改变的神 你是昨日 今日和永远都不改变的神 所以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盼望 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命 完全的交托在你的手中 因为我们知道 你会看顾保守我们 你是那 我们能够信靠的 你是那信实的神 所以今天招着我们再一次的 把马来西亚把这片土地 带到你的面前来 神我们求你继续的 在这片土地 彰显你的大能 让你的荣耀降临 让你的职业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让你的怜悯 你的恩典 浇灌这一片土地 神啊好让这里的 子民都能够来 认识你 能够看到 你行神迹奇事 让他们的心 回转向你 是我们感恩 因为你是那掌管 宇宙万物的神 你是那掌管我们的生命 你是那掌管一切的神 所以今天招着我们 能够再一次的 来到你的面前 向你呼求 因为神我们知道 你必垂听我们的祷告 你必应允我们 所以我们以信心 来到你的面前 来向你祈求 所以再一次的 今天早晨 圣灵我们欢迎你 欢迎你在每一户家庭 欢迎你在我们的生命 自由的运行 因为神啊 我们不要只是单单的 活我们的每一天 我们要我们的每一天 都充满你的同在 都有圣灵你的带领 所以今天早晨再一次的 我们求你 对我们说话 我们敞开我们的心 我们打开我们的耳 我们要来聆听 圣灵今天早晨 你要透过你的仆人 所对我们所说的话语 我们感谢你 恩高你的仆人 Pastor Margaret 让他把你所要我们 所听的 所知道的 都透过你的仆人的口中 来对我们说话 所以我们再一次的 把我们的生命献上 我们说神啊 透过你的话语 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来更新 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完全的 相符于你 把今天的早晨的时间 完全的 献上 我们感恩 我们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星期天早晨好 我们非常感恩 虽然这个 限制令继续的 延长 但是我们还能够 在家中 透过录影 一同的敬拜神 一同的来 聆听神的话语 这还是一件 非常美好的事 所以我们不要让 环境来限制 我们与神的关系 因为我们的神 是那一位不限制的 祂是那一位 无所不在的神 所以不管我们在家中 在这个国家的 哪一个部分 我们知道 神都与我们同在 所以再一次的 我们要把今天早晨的时间 交给 祂的仆人 Buster Margaret 所以让我们来 洗耳共听 神所要 对我们所说的 神祝福大家 我们所释放的神 就是又真又活的神 除了祂以外 没有别的神 祂是创造天地的主宰 祂是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祂是我们的一切 大卫在诗篇 46篇第一节说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哦 朋友 我们有什么事 我们可以 跑到祂的跟前 求告祂 祂会答应我们 祂会帮助我们 说是我们 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诗篇 第九章 第十节说 耶和华 认识你名的人 要依靠你 因为你没有 力气寻求你的人 这个名 就是代表 上帝的性格 上帝的地位 上帝的权利 认识的意思 是体验过上帝的信实 上帝的爱 上帝的能力 哈利路亚 朋友 耶稣的名 大有能 今天我的题目就是 他名就是 耶稣的名 大有能 有拯救的能 我们看马台福音 第一章二十一节说 你要给他起名 叫耶稣 因为 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耶稣的意思就是救主 救主 看这个 使徒行传 第四章十二节 说除了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 得救 我记得我们刚来到新加坡 因为我们要开一个新的教会 只有我们一家的人 那么我们每一个礼拜就要出去叩门 分享耶稣的爱 请人来到我们的会堂来听道 有一天 有一天我到这个人的家 我扣他的门 他一来到那个门口 我看到他所穿的衣服 我知道他不会讲英文 我就用华语了 我跟他说 我来是要给你分享耶稣的爱 耶稣爱你 他看我 他说 我是信佛教 我父亲是信佛教 我祖祖祖宗直到中国都是信佛教 到我死的那日子 我要信佛教 我不要听你说要讲的 他就把那个门关闭在我的面前 我回家 我觉得好像伤心了 那个时候我还年轻 我跟我丈夫说 哇这个人他一定不会到天堂 可是我不知道上帝的爱 是多么深 多么大 很奇怪 我们 头一个 接受主耶稣 就是他来到我们的会堂 听道理 接受了耶稣 就是他的女儿 但是我不知道 他们 两个人有什么关系 有一天 他的女儿来 到我那边说 Sister Seward 吴师母 他叫我吴师母 他说我的爸爸很病 放在医院里 他们说也许他会死 他不认识主耶稣 你能不能到医院去 那边探访他 给他讲耶稣的爱 我说可以 我就到那个医院去 找那个房屋 哪个哪层楼 我一到那个屋子里 我就找那个床的门 那个床牌 忽然我一看到他 他的眼睛跟我的眼睛就叮了 他一看我 他说 我是信佛教 我说我记得 我记得 他不让我跟他分享什么 我每个礼拜去探访他 后来我就腻了 心里腻了 我跟我丈夫说 他不要听 没有我费我的时间 我不要去了 第二次我就好像把他剪掉 说他不能不得救 他的心太刚硬 我不知道我们的上帝的爱是多么奇妙 他的女儿又来找我 我爸爸说那个外国女人为什么不会来 他说请你再去探访他 他们已经拉那个帘子 说不知道这一个礼拜他会过世 我就赶快跑到那边 我一进到那个帘子里面 我看他躺在那个枕头上 哇 脸很瘦啊 他一面吐血 他的衣服都有这个血在那边 他一看我 他的声音小小 他说你知道 我是信佛教 哎呦 我的心好像到我的脚底 我说你的心这样刚硬啊 可是他没有听 他说你知道 我是终生信佛教 但是现在我面对死亡 我心里很害怕 你的耶稣能不能帮助我 我说他能够帮助你 你跟着我祷告 我就领他祷告 我没有给他讲道理 因为圣经说 无论是谁 我们呼叫他的名 他会给我们得救 但是我若是给他分享道理的时候 他就忽然就 满地怎么办呢 我就说你 你陪我祷告 我就领他 一起一起祷告 主耶稣 我是罪人 主啊 我帮不了我自己 我没有办法 我相信你为我死 你替我死 你受我的法 你从死里复活 主啊 现在求你饶恕我 竭尽我 用你的宝血 遮盖我的罪 一到那个 一句话 我就停住了 因为我要呼一点的气 可是他没有停啊 我的耳朵 听他还讲过 我开眼睛看到 他举双手 眼睛流眼泪 我听他说 哦 感谢主 现在我是你的儿子 谁跟他讲 你若是接受耶稣 你就成为上帝的儿女 这个是圣灵 证明在他的灵里 感谢耶稣 他那一天 接受了主 完全改变 他跟他的儿子说 你要回到我的家那边 把一切的偶像 除掉 因为这个偶像 没有帮助我 我现在是个基督徒 若是我会过世 你一定要给我 信徒的埋葬 哦 感谢主 除了 这一名 耶稣 这个名 耶稣 除了这个名以外 没有 别的救法 感谢主 还有一段节 就是这个 菲利比书 圣经说 因为耶稣 顺服上帝 直到 愿意在十字架上 为你 为我 死 所以 这个菲利比 第二章 第九节 所以 神将他 升为之高 又赐给他 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就是每一个人要跪在他的面前 耶稣的名 是超过 每一个名 以福所 第一章 二十一节 说 远超过 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组织的 和一切 有名的 不但是 今世的 连来世的 也都超过了 感谢主 哦 朋友 他的名 有拯救的能力 第二个 就是 耶稣的名 有 大救的能力 我记得 一次 那个时候 我丈夫 跟我住在 槟城 我们从槟城要 到 他爸 这个就是 要先经过 医保 到他爸 那边 我们要开一个大会 我丈夫 开的车 开得很快 那一条路 那个大马路 只有 一个手 这一面 一个就是 回这一面 不是好像 现在一样 因为这个是 五十多年以前 忽然 前面我们看到 五两大货车 竟要 靠近 那个 头一个货车 那个马路上 有这个 浮游 狠化 我丈夫的车 就忽然就 转 转过来 就是 要 创 这个车 要好像 走到 这个车的 孤轮地 那个时候 没有时间 可以 祷告 我开口 因为我以为 现在要死了 我开口 嚷 我嚷什么 我说 耶稣 我就嚷 这个名 耶稣 好像 从天上 来 这个 双手 抓紧 我们的车 就摇来摇去 就放下去 我们直直地走 这个五两货车 一直地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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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经过我们 哎呦 给我的心 怕死 我就 哭啊 哭啊 可是 那个时候 我知道 我们的主 耶稣的 名 是 大有能 第三个 就是 耶稣的 名 有 释放的 能力 释放的 能力 看这个 路加福音 第四章 十八节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 高我 叫我传福音 给贫穷的人 采签我报告 被鲁的德 释放 被鲁的德 释放 前 好多年 以前 我到 澳洲去 讲道 有一天 讲完了道 有一个人来说 哦 吴师姆 有一个小 女儿 她 十二岁 她现在 十二岁 她是 龙雅 因为 她小的时候 被一个 大车 创 后来 她 醒过来的时候 不能讲话 也 不能够 听 哇 你能不能 陪我到那边 为她 祷告 我说 好了 但是我心里 很怕 因为这个是 好像 抑制人的病 那个时候 我的信心 没有这样 刚强 我们在车里 开车的时候 我就坐在那边 一面 祷告 我说 主啊 求你帮助我 因为我知道 我没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我知道 你有这样的能力 主啊 你要帮助我 帮助我 加给我 你的信心 加给我 你的力量 我们 差不多要到 那个 地方了 主 就在我的灵里 她跟我 分享 她说 这个 是一个 一个邪灵 在那个时候 她昏迷的时候 有这个邪灵 进到她的里面 是个 聋哑的邪灵 你把这个 鬼 赶出去 她就会 完全好 哇 给我的心 好像放心 因为 我 我以前 有 赶鬼 现在也会 赶鬼 那么 我就知道 这个是 主的恩怨 给我明白 这个毛病是 怎样 后来 我就 到那边 我一见到 她的父母 我就跟 他们分享 主 给我 分享的话 我说 这个不是 什么病啊 不是 身体不好啊 不是 因为 那个 车 撞她 就 害她 这样 是因为 在那个时候 有一个 这个邪灵 就是个 聋哑的灵 进到她的里面 上帝跟我说 我们把这个鬼 赶出去啊 她就会 完全好 我们就 按手 在这个 女孩子的身上 我们就 祷告 困绑 这个恶魔 把这个 聋哑的 邪灵 我们说 放耶稣的名 把你 赶出去 哇 立刻 她就会 讲话 她也会 听 我们 讲的话 我告诉你 上帝 给我们 分享的话 是 正的 是实的 是靠得住 哈利路呀 圣经说 天地 要 虽然会 改变 可是 她的话 永远 不会 改变 我们可以 信靠 她所 讲的话 哈利路呀 第四点 就是 耶稣的名 有 意志的能力 有意志的能力 我们在看这个路加 福音第四章十八节 说 在前我报告 被鲁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哈利路呀 哈利路呀 瞎眼的得看见 这个就是 这个不但是讲 好像人有瞎眼 是他能够得见 也是说 我们每人 属灵的方面 讲出来 我们每个人 有这样的瞎眼 朋友 若是我们呼叫耶稣的名 他能够垂听我们 他会帮助我们 他会 开我们的信念 给我们 心里的信心 给我们 明白 他的大爱 感谢主 马太福音 第八章十六节说 到了晚上 有人带着许多被鬼扶的来到耶稣跟前 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砍出去 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你知道我们家里有生过好多种的病 我的妈妈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她在中国她才二十多岁这样 她就有这个乳腺癌 我朋友 这个乳癌 已经好像有一个流能的伤处 很厉害 很厉害 他就到医院去找这个医生 要查看这个是什么 医生查看说 哎哟 你有这个五线爱 你要赶快开刀 要不得你会死 他说我不要 我就要祷告 朋友 这个医生 就是好像生气 他说我告诉你 你不要等啊 可是我妈妈说 不 我相信我的耶稣 能够抑制我 我来就是要明白是什么毛病 后来他就回去写封信 送到美国 那个时候六个礼拜 那个信才到美国 后来回来的信也要六个礼拜 这个就是说差不多三个月以后 他给他的教会 写这个信说 他有这个乳癌 求你们大家为我祷告 他自己本人每一天 就是跪在神的面前说 主啊 他就念圣经的话 轮到这个意志的 每一节有一支的话在那里 他就念出来 那个信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他一开那一封信 里面有一个毛巾 一个毛巾 那个信说我们已经抹油在这个毛巾上 我们按手在毛巾 为你祷告 然后我们是混合这个癌症的灵 你一得到这个你要把它放在你的身上 他就把这个毛巾就放在他的身里 他一放在那边 哇 他说那个痛苦 受 受不了 好像有人从他的背后 把那个根拉出来 过几秒钟啊 他以为是很长的时间 但是几秒钟 他说那个痛就会泄泌 后来就没有了 从那一天 那个伤处就完全一好 完全一好 没有留能 看不见有什么伤处 他又回到那个医院 给那个医生查看 哇 那个医生带领他到每一个屋子 有癌症的病人在那边 让他讲他的见证 因为那个医院是一个信主的医院 他们开那个医院是基督徒开的那个医院 领他给每一个人讲他的见证 到他死的那一个日子 他67岁过时 这个癌症没有再到他的身上 朋友我们的上帝大有能 他能够医治我们的病 哈利路亚 我自己有纤维流 主耶稣完全给我一好 我的丈夫也有这个牵略鲜爱 主耶稣给他一好 朋友我跟你说 在我们主耶稣里面 没有难成的事 他能够帮助我们 哈利路亚 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说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当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义上活 因他受的边伤 你们便得了一致 因他受的边伤 你们便得了一致 哈利路亚 朋友 他挂在十字架上 不但是为你的罪而死 他也是为你的疾病死的 无论是什么病 他已经受那个罪 受了那个边伤 那个边伤是为你 为我能够得到一致 我们是相信他 哈利路亚 十篇 一百二十一篇 第四节说 保护以色列的 也不打盹 也不睡觉 你知道我们刚刚来到新加坡 这个是 我们来的时候是1955年 我们来的差不多一年多这样了 后来我们就要开一个教会 我们那个屋子是很高的 后来有很多的地方是破碎 我还记得有的时候就下雨 它就漏雨 那个屋子里 因为我们睡在那个 这个房间的后面 因为我们要留这个房子为那个教会 后来我们在那个屋子里 傍晚有很多的各种的虫在那边 有一天晚上 我很累要睡觉 我疼 我很容易睡觉 忽然就 哇 就睡得很深的 睡觉 但是 我睡的时候 我的灵里 听见这个声音 我告诉你朋友 我深深的睡觉 可是主是个灵 他住在我里面 他在我的灵里 会感动我 会跟我讲话 他跟我讲话 他说 你要起来 你要点灯 你要赶快来 挪开你的枕头 看你的枕头底下 我就这样 我就坐起来 我就 哇 眼睛打开啊 我就下船 我就到那个墙上 开那个灯 我开那个灯 当然我的丈夫就醒了 哇 什么 我不理睬的 我跑到我的床边 我挪开我的枕头 底下有这个 很大的蜈蚣啊 哎呦 我看到 给我怕死 我就站在那边 我说 主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不会睡觉 你不会打盹 我们睡觉的时候 你还会 醒在那边 看顾我们 保守我们 警告我们 我感谢你 哈利路亚 我丈夫就把那个蜈蜈蚣啊 呃 呀 给他死了 感谢主 现在我们看这个 呃 彼得后书 第三章 第九节 主所应许的 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 他是单言 呃 其实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朋友 我告诉你 我们的上帝是爱 圣经说 神爱是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无知灭亡 反得永生 罗马书 第十章 啊 第八节说 你若口里 任耶稣为主 心里信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救必得救 朋友 我劝你们个人 若是你还不认识 我们的主耶稣 你要呼叫他的名 因为他的名 他有能力 有救恩的能力 有大救的能力 有释放的能力 有意志的能力 无论有什么事 你开口呼叫他的名 口里承认 耶稣为主 你心里相信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朋友 你 你 我就可以得救 罗马书 第十章 十三节说 因为 凡求告 主 明的 就必 得救 哦 朋友 我劝你们 现在 现在要开 你的心 现在要说 主啊 我需要你 你无论有什么事 在你的 生活之中 你要求告他 末一段节 就是诗篇十一章 第二节 求你凭你的公义 他救我 就把我 刺耳听我 拯救我 他就会 垂听你 他就会答应你 他就会帮助你 他会围绕你 带领你到他的身边 朋友 你不要 等太久 因为 若是没有耶稣 没有救恩 除了他以外 没有别的救 感谢主 谢谢主 请大家 低头 闭眼睛 慈悲的天父 求你 求你 现在 吹听 每一个人 祈祷 无论他们 有什么事 发生 或者是 他们不认识你 或者是 他们 有 某某病 主 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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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听 他们 祈祷 他们 呼叫 你的名 说 耶稣 求你 帮助我 耶稣 我需要你 耶稣 我要 顺服你 我要 依靠你 我要 接受你 为我 自己 本人的 救助 我感谢你 我赞美你 让你的保险 遮盖我 放你的名 把一切的邪恶的灵 赶出去 释放这些人 无论有什么毛病 给他们释放 给他们快乐 给他们平安 给他们一个赞美的灵 感谢主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谢谢Pastor Margaret 今天早晨 所为我们带来的 神的话语 我们的神 真的是那位 大有能力的神 祂的名字 真的是超乎一切 祂是我们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祂是我们的避难所 所以我们非常感恩 今天 神又再次的 透过祂的仆人 来鼓励我们 也提醒我们 在我们活着 现在的 这个现今的时代 我们能够 投靠我们的神 我们能够 依靠祂 信靠祂 我们不需要 因为环境 而惧怕 或担忧 因为我们的帮助 是在我们的神 祂是我们的 所能够依靠的 所以再一次的 让我们一同的 来把我们的眼目 转向神 我们来做个 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 天父 我们感谢 我们赞美你 神啊 我们知道 我们活在 这个现今的时刻 虽然环境 一直的在改变 一直给我们 一些负面的消息 但是神啊 我们选择 定精于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一切 我们所需的一切 都在你里头 你是我们的盼望 神啊 我们的盼望 在你里头 所以我们不要 因这环境的改变 而感到担忧 惧怕 焦虑 因为 你是 我们的平安 我们在你里头 我们有平安 我们有喜乐 所以神啊 我们谢谢你 今天早晨再一次的 与我们同在 不管我们在家中的 哪一个部分 我们都感受到 你的同在 你的平安 充满每一颗心 我们感谢你 在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求你继续的 看顾 保守 每位弟兄姐妹 看顾 保守我们的出入 让我们出入都平安 因为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也求你的保险 遮盖 每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不受 这个疫情影响 这个疫情也不能够 接近我们 神啊 我们感恩 我们祷告 是分靠 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 神祝福 弟兄姐妹 有一个美好的 星期天早晨 我愿意尽 谁活自众 不离不去 全心相信 万事都互相效力 我愿意深 爱你到底 来到之前 卸下一切 游离重担 耶稣 我来 敬拜你 疲惫的心 在你里面 重新的灵 耶稣 我来 请不吝点赞